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流音几乎每一天都能够见到 在晴朗的夜晚 这个是太空物理的现象 红泥 这是空中水真心 是个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 三光是指日月星 所以整个合起来 我们用合理的解释 无非古德都是教我们修尽 就是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万无 长存恭敬心 这个是教学的原理 是不是像道教里面所讲的 这是由私命之神在主宰 像这个阴阳之气 这又是一个说法 如果欢喜研究 也是一门修处 那么我们听他们讲 也能够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 有兴趣可以去研究 如果对这个没有兴趣 那知道教学整个的大宗旨 无非是叫禁而已 成禁是信到 成禁能够开发自信 成禁到极初 就是佛家家的界定会三小 也就是自信的流露 这个燎烈就是现在印尼江的烧疤 就是顺着这一类火烧山 这一桩事情非常残忍 为什么呢 这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杀伤力比什么样的战争还要残酷 所以这罪报复在地藏本院经上讲得很清楚 果报在地狱 地狱最受满之后 你欠的这些众生的命债 欠命的还命 欠钱也还钱 这一把火烧死都烧这些动物 将来尝命的时候可麻烦了 你要尝多久才把这些命债还清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干了 万万做不得 即使无意 无意也要背这个因果责任 所以在山林当中 用这个火一定要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火烧死在动物里面 寿命都很长的 灵性很高的 你们听到 这个天牧山齐居寺 给你们做的报告 他们放这个别 别跟龟是属于阴磊 放生的时候 他们懂得 这个在船上放生 放完之后 他会绕了个船绕一周 然后回头看 再离开离去 他有人信 他很感激你 只是他不同人类的语言 语言上没有交通 但是你看他的表情 他跟人有什么两样 决定不能够杀害 所以凡事 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 冷静的就观察 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不可以随身 不可以随身自己的烦恼吸气 强辞多礼 你是动物 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 生下来就是被人吃 人也是动物 那为什么不吃呢 你的父母兄弟 都是动物 你为什么不吃呢 怎么讲也讲不通 纯粗粹是一个 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 造无量无边罪业 还以为他有理 这个错了 明白的人 有道性的人 对于饮食这一方面 都生惭愧心 我们今天在遇难 不得已 没有法子 所以隐事所需 慎重的选择 尽量减少 对人对无的伤害 尽可能的减少 这是慈悲心的流露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